凌晨2點多 名宅三層樓建築被火蛇吞噬 猛烈火光全面燃燒 还窜出浓烟 烟烧到邻居家仓库 波及民众睡目中进行逃命 大火狂烧消防涉水棍就 却无法攻进屋内 因为满屋子堆满杂物 增加救援难度 邻居指控78岁南屋主减资源回收 疯狂屯物 从街景图来看2009年开始 屋外就有多片木板屯基 到了去年更是多了铁皮 安全帽衣架杂物暴增 还曾遭强制清理 平址表示好像已经有被我们四五 强制清理过三次 屯基的状况 所以让你们没有想 没有想跟他住一起这样吗 总久姐只有想说 问说可不可以 可是东西太多了 我也很头痛 七十多岁屋主夫妇 火警当下不见人影 一丝一楼起火燃烧 直到天亮 消防在二楼房内发现一人 不过已经被烧到无法辨识 警消来回进出 三度搜索 找到第二具遗体 安夜恶火 老夫妻命丧火枯 记者韩正信阳社 王世函台中采访报导 我是王一仲 新闻的产业带给我满满的使命感 不论是贴近民生的议题 或是国际的话题 我都能够精确真实传达 最完整的资讯给各位观众 当然更多的新闻 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喔